謝謝你們 只是今天我先告一段落 身分不一樣 可是我還是一樣在這個球隊 希望你們繼續加油 不要選擇這麼早退休 是我兄弟不離不棄 三十七歲的昂姑陳江和 十三年終職生涯都效力黃山君 四月二十一號引退日這天 一踏進休息室 看到旅日選手都送來大花束祝福 讓他意識到這一天真的來了 說起這支球隊 從老大哥一路以來的提息 到小巷們激勵他向前衝 想和老中情三代都說聲感謝 年輕的他們在春訓的時候 感染了我 讓我就是在2015的時候 就是又有那個動力 想要跟他們拚 那以身作者 做我的榜樣給他們看 老大哥就是恰哥自身私起我 中生代就是自豪勝為他們 其實盛委算中生代他小兩歲 看起來比較老而已 然後來輔助我們 然後去幫這些年輕的 如何去把這個聽 比賽的精神就是專程下去這樣子 昂姑希望今天的引退儀式不會落淚 除了隊友和家人 球團也邀來高中恩師陳憲榮 以及國中就認識的多年好友到場見證 有別於外界預期陳江河會大哭一場 昂貴開心告別球員生涯 擁有內野教科書之稱的陳江河 卸下戰袍後將轉任球隊守備教練 不忘搞笑回應屆時將會展現霸氣喔 黃聖我沒有模擬兩三年 我真的是會心不甘情不願 年輕的應該是幾乎差不多全部都是要定的 我就不是在像當選手一樣這樣被你們欺負了 我會報仇回來的 高掛酬鞋不是分離 昂貴換個身份 接下來依舊要和兄弟們邁向 黃酬在線的目標 讓自身價值發揮更大的貢獻 YTV新聞採訪報導